嘿大家好 我是SIMHO 嘿大家好 我是SIMHO 那麼今天的這部影片呢 來給大家看一場 算是蠻值得學習的一場比賽 那麼這一次我們的選角呢 直接選出其實我很討厭的一個陣容 就是呢 阿牧再加上魚柱 然後再一個內藤 因為攻擊點只剩我一個嘛 如果對方再選一個池上 我在靠邊 直接不用玩 當下我就想說 死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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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祖宗十八代保佑我啊 完蛋了完蛋了 我跟他 我這邊就直接說 夾賽 夾賽 這一場 這個 心態直接炸裂爆開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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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場呢 中間一度 在這樣的陣容情況下 一度居然可以打到13比6 這個不得了不得了 真的是 開局這邊一個極限站位 我跟你講只要有一隻螞蟻不喜歡撞到你往後一步 直接變成三分球 直接去我跟你講 在這個位置呢 你有時候才線上 腳尖在線上 他也給你算三分球 所以那個位置真的非常極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這一場是怎麼輸掉的 那我之後也是要替自己檢討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 我在防守站位的時候 我是站在慈善跟櫻木兩個中間 所以櫻木這邊一個極限跳投的時候 我至少有干擾到 那藍板呢被光頭拿下來 漂亮 那這也是一場這個80星以上的實戰比賽 那其實我覺得光頭站的離我有點遠 所以很有可能會不小心一個失誤 爆船之類的 那目前時間所剩不多 魚住自己灌進去 比數呢來到了4比0 一開始先領先兩顆稍微安心一下 因為慈善肯定是有兩個大招的 所以呢 這個領先兩顆 只是稍微安心啊 那這一球慈善要在我面前出手 給予干擾 不過籃板在對方的手上 這時候可以看到櫻木打就賽 直接跳起來 那這邊我想說要協防一下花形 但又不能離慈善太遠 可以注意一下我的上位 那這一球漂亮 冠零老師抓到了櫻木的灌籃 等於是送幸福的概念 好這邊跟冠零老師一個搭配 本來是想要灌爆他的籃 結果突然變成這個小拋球 運氣運氣 哇這一球真的是撿到 GOT YOU BITCH 應該是GOT YOU BITCH 這是抓到海灘的意思 那在這一刻呢 我發現我瞬間離慈善太遠 所以馬上再回去跑去慈善那邊 這邊後仰交給你的光頭 但很可惜他剛剛被櫻木給擋了一下 所以沒辦法即時的給予干擾 或甚至蓋下來 有點可惜 但是是對方的擋拆擋得還不錯 那因為慈善面對我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機會晃倒他的 這邊我還是不斷的在要求 想說看能不能來一個第三 那我此次想要來一個 雷之呼吸 伊之行 霹靂散 靠北就霹靂白蓋 還好地板球在對方手上 那我這邊想做一個 強迫跳投 當然變成籃板球 不過魚住搶得好 搶得沒有搶得呱呱叫 那這球再分給光頭 這個應該是中頭型的光頭 位置站的有點遠 那這邊一個小人物上籃 白蓋 還好光頭想要這個地板球 直接想要阿瑞斯灌籃啊 但是他心裡一定沒有默念這個招式名字 或者是他念的是阿瑞斯之符 但是呢正確的念法是阿瑞斯之符 才能夠把球灌進去 這我們已經實測過 那其實這一球我最怪的老師 我說這個大招根白開啦 不過這個沒完中分 一看都知道那球不可能抓到 離那麼遠 直接送幸福送了一個大招 現在時間還剩下兩分半 此時此刻我知道 死亡的審判已經來了 你們這一隊死定了第三了 哇 這個面對我的池上一個跌倒 關鍵跌倒馬上第三拉出來 這個時候我就知道這一場肯定是贏阿 欣欣手到勤來阿 打起來勢如破竹 胸友成竹 氣語宣揚 昂首擴步 不過說實實那十塊 來看一下這一球 櫻木投球的瞬間 所有人看得到鬼的 全部散開來阿 他拔起來就是一個空位出手 這一球呢算是一個失誤 不過沒關係 我們呢多的是分數可以浪費 好不好可以浪的阿 你可以看到 池上不停的閃電跳步 那時間還剩下兩分鐘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接到球之後 馬上晃看到人跌倒 馬上反手地王上籃 當所有人都卡在籃下的時候 這一招就特別的好使喚 好了那前面說到 這邊開始呢就是我們準備要崩盤的時刻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球權是如何一個一個被投出去的 那麼這一球沒辦法 這一球沒辦法 因為已經干擾到了 已經至少做到干擾 那近就是他家的事 不干我的事 好這邊分球之後 傳給光頭 光頭直接拔起來 不過這一球還好藍板球落在魚豬的手上 那這時候魚豬再把球分給光頭 光頭在傳球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撿得到這個地板球 你可以看到 但是他彈測錯方向 導致呢這一顆球直接被櫻木拿起來 那這一球也是我一個嚴重的失誤 我當下以為啊光頭會撿到球 然後我直接在那邊catch and shoot 結果呢直接放掉池上 喔這個一連串的這個蝴蝶效應就開始了 比分呢變成了13比10 然後這邊想說啊 再跟這個魚豬做一個兩人小組的配合 不過這一球硬是彈了出來 藍板的回到對方的手上 那麼下面這一球呢 對方充分的發揮出了空間陣的這個優勢 你可以看到 所有人都站得很遙遠 導致呢櫻木這邊直接出現了一個空位出手命中 比分呢再一次的被拉進到只剩一分差 而此時池上呢心裡有大招的啊 直接把這一球再給他抄掉 他這球本來想說要斜防花形 結果這個時候我要再去找櫻木的時候 被池上的屁屁卡住了 把差點進去啊 然後又被櫻木投入空位出手 所以我只能說啊這個到了這個場次啊 這個空間意識真的是相當的好 對方的櫻木打的真的非常不錯 打的很不錯 那目前呢我們已經別無他法了 此時呢我想到 我們家的魚住啊帶40力量的啊 等一下一球呢就給他灌進去看看好了 這邊我先持續分球 光頭那邊沒機會 魚住拆炸彈拆的好啊 這一場魚住的炸彈拆的很漂亮 基本上都沒什麼被蓋下來 不過這也是我們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目前時間還剩下一分鐘啊 對方對我們來講算是蠻難守的 那這邊的話我已經離太遠了 根本沒有機會過去用這個地王蓋帽 他花行這個大招 順利有讓他們把比分反超 其實我現在心裡呢就像洩樂器的皮球一樣 我一直覺得有一種好像快輸快輸的感覺啊 這邊一個頂頭很可惜呢 沒進但幫我搶到一個地板球之後 我想說啊時間還剩下十幾秒 再找一個機會出手 在這個位置我以為啊 可以這個成功的投出去 不過突然一個狗狗給蓋帽 而且這個時候你看我們光頭彈射的方向 原本他是可以撿得到這個地板球 但他剛彈射的地方錯了 然後魚住這個大招真的是離太遠了 這個一連串的集體失誤啊 再導致這個球權呢 又被對方給拿走了 那光頭這個大招開起來 果然被蓋下來 還好我在後面幫他撿這個地板球 那我這邊再拔起來空位出手命中 比分還差一分啊 真的是相當尷尬 時間剩下最後的22秒 而且櫻木還有一個決勝補扣的大招 如果這一球呢沒有抄掉的話 對方決勝補扣再扣進去 基本上就GG史密達啦 下一球啊必須要用蓋啦 蓋掉才有機會啊 哇這邊花形後仰空位出手彈了出來 沒辦法啦 花形這個後仰出手呢 算是一個最好的出手方式啊 那此時呢如果沒有第三的話就完蛋了 想說剛好投到一個第三 空位三分球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進一球 那最後呢比賽呢宣告結束 其實這一場啊我們已經啊這個製造了很多不一樣的得分點了 像魚住啊就已經灌了大概三四球吧 那再來呢我前面啊是有個漂亮的帝王山 不過很可惜後面的一連串的失誤 像這光頭連續兩個這個彈射錯方向啊 導致那個地板球沒有撿起來 那兩個地板球真的很關鍵 撿起來應該就不會輸了 然後再來就是比如說像我跟著出去撿地板球這件事情 其實像我們這種後衛啊已經離很遠了就算了 就算了不要去撿 我反而呢給持上一個大好的機會 如果這幾個失誤沒有犯的話 應該是可以穩穩拿下這一顆星啊 可惜可惜 不過呢賽後檢討也不錯啦 至少知道自己錯在哪 下次不要再犯就好 好 好